ículo豚 应该干吗落得 закры 两口都不能一起弄不好 以前老衣服ノ致火 还这么择沥给中强回来 现在手机都好了 一年都不回来 人家这个西瓜 妳该抱头回来 费不出个也不谢了 为啥这个货都保留的了 给他们老了 这城市挣不着钱了 就回那个村 我叫卢文振 是石家庄邮电接技术学院 驻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 育狗粮村的第一书记 在往年的这个时间 村子里的年轻人都已经 开始外出打工 但是今年呢 因为疫情 很多年轻人都没有 暗示出去 也不能复工 那么村里的老人呢 也不能像往年那样 集体的在一起练鱼家 那么现在他们在家里 都干什么呢 我们一会儿去看一看 这是村里新修的柏油马路 然后村口呢 这是按照防控疫情 所设的这个关卡 每天对来往和进出村的人 进行登记 截至到目前 张北县全县是零报告 是一直都没有检测出任何情况是吗 就一直大家都情况都很好 对一直挺好的 当时我来的时候就是 挨家挨户那个走了一次 然后呢 嘱咐大家 一个是要活动健身 再一个呢 就是见点事别出去 也少串门 也少聚集 少喝酒 要求24小时去班 有个特有意思的 就您是在给他们递口罩 还是啥 就打一个干 对 那是我刚来的时候呢 那个给大家发口罩嘛 不让我那个去接住老百姓 后来呢 我就采取这种方式 弄了一个这个杆子 那个大概有1米5长吧 然后挂在那一头 这样大家也不接触 吃饭了吧 还没吃饭呢 好啊 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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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您是早班是吧 早班 往年的话就是这段时间 尤其是过年 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呀 今年是不太一样吧 往年的这个时候 村里的不像现在那么多人呢 孩子一般都过了初五 基本上都走了 那孩子们就是这次回来了 大概多少人啊 春节期间大概回来了 有156 这是今年 就是这几年之间 回来的人是最多的 那这次孩子们都回来了 就是跟家里相处的怎么样啊 或者老人家是不是 就是心情也有变化 也可以这么说 老人们最开心 因为啥呢 过去啊 孩子们从来没有在家里边待过那么长时间 所以老人们呢 这个就是说觉得 这也是 说实在的因祸得福 所以这些老人 你看我那个那天拍那个 他去93岁那个老奶奶家里的时候 你猜怎么着 93岁的老奶奶在烙饼 给全家的那个七八口子人在烙饼 然后当时我就 我就说他那个儿子和儿媳妇 后来那个儿子和儿媳妇 他不是说我们 我们想做 但是老奶奶不让我们做 为啥呢 说我们做的饭不好吃 这老奶奶就自己烙 后来那个老奶奶就说 他们呢 在我面前永远是孩子 回到家里以后呢 当娘呢 这个得给孩子 做点可口的饭 吃饭了吗 吃饭 吃饭了是吗 好像这是家家都会笑狗的 超小狗 这是 这是准备干什么的这是 喂羊羔 喂羊羔 你看这是 私了 私了 给羊羔的准备的早餐 哈哈哈哈 吃饭了吗 我已经吃过了 今天出去 爷爷 现在也出去不了了 嗯 嗯 哎呀 这是一大家子 你看看 像家 嗯 这是儿子 这是姓儿 这是家孙子 两孙子是吧 你看他们的早餐吃什么呢 嗯 油饼 嗯 这是米饭 然后是油面 这是做的米饭 米饭 葡萄 胡萝卜 对 土豆胡萝卜 嗯 然后土豆呢 是我们这里啊 这个的特产 我们的土豆特别好 特别好 特别好 那您当时我记得您带着大家在那个坝子里面练瑜伽 还有那个墙那儿 那现在是不是都不让这么练了 嗯 现在都在家里不聚集了 没有集体的练 就是直播的时候自己在家里看着直播跟着一块练 嗯 嗯 今年是不是练得更好了呀大家 感觉过去一年了吧 怎么样啊 去年发展怎么样 反正今年吧 就是说 不是说练好练不好 大家就是那种乐趣呢 要明显的比往年多了一些 为啥呢 孩子回来了 老人呢也觉得开心在哪里呢 跟孩子能够在一起练 这是最开心的 嗯 而且觉得你看 有个老人就说这孩子是我教的 啊 哎呀 我说这都可以当教练了 这些是老人呢 就是说 嗯 那怎么说呢 一种自豪感吧 再加上孩子陪自己这么长时间 我发现今年老人是最开心的 哎 许叔 今年过年怎么样啊 哎呀 今年过年 这个年过得太别好 太别幸福 因为孩子平时打工 也很难回来一次 这一下子跟他陪伴了这么长时间 我也看见你也特别高兴 是吧 2019年的自己说一个 说一句话吧 您会怎么总结这一年 无论我将来是 嗯 在哪个岗位 无论是在不在于狗粮 呃 我将来肯定会 让把健康 作为我工作和生活里的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首先我自己会去做 然后带着我的影响我的家人 那祝您今天一切顺利 好 谢谢杨杨 谢谢杨杨 祝您这个 这个平安 度过这个 途中的时期 好 今天喜鹊 真的是 驾临育狗粮 好兆头啊 希望2020年的育狗粮 能够和全国人民一道 开我们新的一年的正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